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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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知名大和尚 尊敬的万回法师 尊敬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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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世众弟子这种宗教情怀 这种对佛教的这种虔诚 恭敬和认真修持的精神 念本人以及我们随行的比丘和居士同学们都很受教育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来温州具有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的这块土地的大德门来学习参学的 今天给大家来讨论的是车武禅师语录 车武大士是禁度中第十二代祖师 生活的年代离我们也是比较近了 公元1741年到1810年 他所住持的寺院是在北京的洪罗山知福寺 就在车武祖师那个时代 这个知福寺是我们中国禁度中的一个中心地带 就是那里出现了一代祖师 印光大师对车武大师是非常推崇 印祖在出家的五年之后 就专门到洪罗山知福寺去参学 如念佛唐念佛在那里住了三年 号称 ilх号称 号称济如行者 济如行者也是跟东宁室 会远大师有关了 有继承东宁室会远大师的志向 专修念佛法美 印竹在红罗寺的时候 每次每天就像读佛经一样 读车悟禅师语录 深得车悟禅师语录之精髓 又了解车悟大师一生的 自行化他的得意 于是印竹就推尊他为 尽忠的第十二代祖师 是从印竹这里开始 也是祖师才能施祖师 印光大师对这篇文稿 是非常推崇 认为策务大师所开始的这个法语 都是可以既往胜 开来学金天地动鬼神的 是这样的一个金天动地的文具 从大光明帐里面流现的智慧的灵文 才有这样金天地动鬼神的能量 因为一个敬业型人真的能以策务大师的这个语录 为阿弥陀佛的弟子做点齿海绘的良棚 所以策务大师的语录 真实的就是净土中最上最要的开始 这是印光大师给我们未来的敬业学人 推荐的一颗摩尼宝珠 也就在印竺在重新汇编 净土石药的时候 就把它附在净土石药后面 那么再来看一策务大师一生的得业 他又叫梦东 梦东禅师 早年是参禅的 参禅开悟了的一位禅师 对于教下也非常通达 他为什么转为净土呢 是有一次生病的因缘 不能痊愈 他就想到五天心观 多障众生念佛观就开始念佛 念佛使他的身体好了 他就猛的就思维 觉悟到 这个念佛一法 却是文殊 普贤 马鸣 龙树 这些诸大菩萨所倡导 是我们中国像这些智者 永明 典词 偶艺 这些诸大善知识 属身体力行 的这么一个法门 那么我都生在这个时代 这些菩萨大善知识都这样去做 我敢不依从啊 他忽然有这一念觉悟 所以他就把这个参禅的事情放下了 但是依他来修禅的人还很多了 弟子 他就跟他的门徒说 现在我要开始念佛了 你们还想参禅的 你可以找其他的地方 想念佛的就留下来 这样他猛的一转头 就一心念佛 专修念佛 这样他在这个未来几十年的 专修念佛的过程当中 还真的身心得到了很大的安乐 智慧就有很大的提升 临命中时是欲知实质的 欲知实质 在大家的助念身中 临往生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叫称一身佛名 见一分相好 这样就往生了 往生的时候一箱满石 停留了七天 这个头发都由白发变成黑发 三七日涂皮的时候 出现一百多颗舍笛子 那么有部分舍笛子 现在还在洪罗山知福寺 在那里展示 享年七十岁 生那四十九年 这是策务大师 这样的大概的一生的行业 那么他这个语录 一共有四十一段 这些语录给我们展示的 却有他一生修学 正悟的那种风格在里面 他原来是参常开悟的 所以他所开示的语录 具有禅宗那种痛快淋漓 单刀见血的风格 他又学过教下 又具有教下那种正密的思维 同时他又一门专修念佛 又具有一个念佛行人 那种深广的宗教情怀 他真的在这种净土 毅力的全息方面 是柔和到中门教下的精髓 加以展开的 所以读他的语录 也能够对那些中门教下的行人 导归净土 产生原性原解 具有盛大的功德 所以我们也要像印竹一样 读这些语录 就好像如同佛说 如同读佛经一样的恭敬 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从中选择其中的六段 来跟大家来共享 好 那么现在请大家翻开文本 请看第一段 一切法门 以民心为要 一切行门 以尽心为要 然则民心之要 无如念佛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如此 念佛 非民心之要 夫 夫次 尽心之要 亦 无如念佛 一念相应 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清诸下雨 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佛号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如此 如此 念佛 念佛 尽心之要 夫 一句佛号 聚舍 勿修 两门之要 举勿 则 信 在 其中 举修 则 正 在 其中 信 信 解 修 正 聚舍 大小 足 秤 一切 足 金 之要 庆 无不尽 然 则 一句 弥陀 非 制 要 之 道夫 好 我们来 请看 这一段 这段可以说是语录 整篇语录提纲邪灵的一段 高度盖国乐 念佛法门 与一代识教 所凸显的 圣意方便 以殊胜的利益 这段文句非通中通教者说不出来 一定是对中门教下的消息 教理非常通达 对念佛又有深切体会的人 才能概括得出来 虽然文句小 但少 但义里非常深邃 灰霍 那么我们逐渐来看一下 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 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 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 适应我们众生的种种不同的根基 硬并施药 由这个方便法 切入到十项之门 在所有的法门当中 首先要明心 禅宗也讲明心见性 为他的刚要 不能明心 不能见到 就没有办法去修道 那么这个心 要明什么心 心有我们被他所欺骗的 攀缘心 入团心 人眼睛首先开始 心的两种 一种是无数节以来 我们用攀缘心的 这样的世心 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心 认为是自己 是有 所以开始就有七处真心 这种望心 不在中不在外 不在中间 了不可得 但是我们会把这样的东西 看作是真实的 所以认责为主 认责为主 我们就受他欺骗了 总是以这个攀缘的心 私心作为真实的东西 这恰好是身世轮回的根本 我们要明了这个心的虚妄向 然后要明了我们无数节以来 涅槃的妙明真心 清净本然 这种不生不灭的真心 这样的涅槃心 才是我们解脱的地方 才是我们本地风光 才是我们要修行的制道 首先要明了这个 不明了这个 你用这个实行 生灭心去修行 这就叫主杀 永远不能成犯了 一切外道不能明这个真实心 他修行永远得不到解脱了 所以首先要明这个 那么在行门当中 你一切对身口意方面的行持 要以尽心为要 就是我们这个心 无明染灼的心 要使他清净了 我们本地清白 要洗着勾物 显明清白 这就要羞耻 物要顿物 物要这个心 用什么心去修行 行要见修 我们对这种 见或失或成杀或无明或 怎么使他清净 清净到最后 至极清净 为佛义人 那么这就概述了一代实教 明心和静心的两个主题 那么这两个主题 其他中门教下 都有他的方法 然而在比较当中 从明心之最要来看 没有比念佛更好的 何以故呢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我们意念佛的功德 意念佛的光明 意念佛所展开的 无尽的庄严 尤其是意念这句名号 和辞念这句名号 这句名号 就是佛心 就是涅槃妙真如心 所以当下我们凡夫的生命心 就安住在这个 清净心上 安住在真如之心上 这样就能够以巨大的能量 使我们得禅定 得三昧 现前见阿弥陀佛 现前不能见阿弥陀佛 也能够待一往生 到西方净土 莲花展开 见阿弥陀佛 这个现前当来 现前是现身得念佛 三昧见佛 当来就是未来往生净土 见阿弥陀佛 无论是现前还是当来 必定是可以见阿弥陀佛 这时候所见的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自信的弥陀 就是这个心 妙真如心 那么这个念佛仪法 是单刀直入 不假方便 不需要借助参禅 止观 持咒 等等这些方便 就是一句名号 解决问题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我们的妙真如心 如来葬心 打开 这就是以念佛心 如无生忍 如到无生乏忍 那么这样 念佛可不就是 明心之最要吗 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吗 若人但念阿弥陀 世民无上生妙禅 不是一般的禅 而是无上的 无与伦比的 最深邃的 最微妙的禅 禅是什么 禅是佛心 那么我们已经念这个名号的时候 这个名号就是佛心 就是无上生妙禅 我们已经安顿在这个禅上 佛心上 这就叫此生以菜寒原殿 何必密人问长安呢 你已经在长安城的房宫里面 最核心的一个殿里面 寒原殿里面 你还要去问长安在什么地方吗 就好像我们已经在北京的中南海 你还要到时候打听 北京在什么地方啊 怎么走啊 没必要 这是明星 那从静心来看 这就是我们谈行词了 这个华言讲原龙和行步 原龙可以一朝之入 顿悟 在凡夫地上 也能够见解一复从情 大吃大悟 但是你在修正的过程当中 也不无次第 你从实性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这样的过程 这是清净心的一个过程 这个次第 也没有比念佛 更殊胜的了 义无罗念佛 讲这话是不是一美之识呢 是不是夸大 这个法门的这种特点 而且有一种自我夸耀呢 不是这样 这里它是有道理的 没有道理是不能随便乱说的 这一说其他中文教下 它有反对的 那么这些话 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清净心的这样的一个行词 没有比念名号更重要 更殊胜的呢 这就是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清诸投于下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佛号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服 这句话可能我们常常听到 已经是非常熟悉 但它到底在讲什么呢 一念相应一念佛 怎么理解呢 跟什么相应呢 也许我们很多人 不一定会做这么心怒的思维 但是需要这样吃 这里是体现着 净土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 以佛的果地觉 作凡夫修行的因地心 因心果觉的互动 感应 沟通 首先从我们往生这个层面上来看 怎么叫相应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都是要接引一切众生 往生到西方净土 去得阿皮靶志 去圆正佛果 他有这个愿的核心 然后我们也发起 叶尼苏婆心求极乐的这个愿心 这个凡夫的愿往生心 和阿弥陀佛愿射绣生的往生的心 这两个愿心相应 首先要这样 那么再从这个名号的功德来看 阿弥陀名号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 无量寿是肃穷过去现在未来的 这种超约时间的这种得能 极定 无量光是横变十方的 超约空间的得能 那么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法界的体性 由这个法界的体性延伸出无量的功德 无尽的庄严 然后把这个法界的体性 无量光寿就在这句名号当中 于是这个名号的法界体性就是一切众生的本觉 我们教下也讲本觉 始觉 究竟觉 一切众生具有佛性的本觉 但是被骨摸在我们的烦恼里面 执着里面 现在我们一念觉悟 我本有佛性开始修行 这就是始觉 始觉就是这种尽心的过程 始觉和本觉合一就是究竟觉成佛了 那么这个弥陀名号就是我们的本觉 那么我们信愿来念这句名号就是始觉 这个始觉和本觉它相应 也就是我们能念佛的心是佛 所念的名号也是佛 佛佛相应 佛佛相应 始心作佛 始心是佛 这是第二个相应 第三个相应就是阿弥陀佛的全体的功德 它借助名号的媒介 投到了众生的这种修行的因心里面 所以就应该果海 果侧因缘 那么我们这一念佛的心 就含舍着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之海 那么阿弥陀佛全体功德之海 也全体的渗入到我们凡夫众生的心里去 所以我们能念和鼠念当下呼应 相应 那么这个相应就是要以信愿作为前提的 信愿是 深信千愿是相应的一个秘诀 所以我们一念持念这个名号 马上和弥陀的愿力共振 共鸣 沟通 互动 那么我们一念自成的念 我们的始觉跟我们的本觉相应 这就是奴子异母 能言经 大师之菩萨念佛言论 奴子异母 这个子就是我开始始觉了 那个母早已在那里的本觉了 这个母子相应 马上就母子天性相关 这就是我们的本觉和始觉 就是以空应空 似水投水 就非常同质地对应在一起 所以越念越亲切 越念越欢喜 越念越超越一种人我是非对待 把我们本有的无量光寿 把它启发出来 所以这样的念佛就是清净心的最上的一种行门 那从上面的讨论来看 所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就完整地具足作物 物就是明心 开悟 和修就是尽心这两个重要法门的纲要 为什么说净土 念佛一法 原收一切法门 就能够把所有的把它收在这里 同时又援朝一切法门 它是最要的 最殊胜的 最直接的 那么这个它有个比喻 这个比喻也是常常用 清猪下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清猪就是那个清水珠 这是《华言经》里面介绍的 清水珠它能够有把一些很染浊的水 把它清净的功能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漂白粉一样的 它是现在这些化工的东西 但却是有一种宝珠 叫清水珠 再浊染的水 这个珠一下去 这个水就清了 那是这个浊水清是由清水珠的得能数字 所以这个浊水不得不清 你不想清也不行 它就有这种能力 那么由这个来比喻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就像这个清水珠 它是一个摩尼清净 至极的功德的宝珠 这个宝珠的佛号 投到我们凡夫散乱的心里面 我们凡夫散乱的心 不得不向这个佛号的功德 去趋近 去认同 去合一 为什么说它在清净心当中 制药 这就单刀植入了 我们修行大家肯定都有感觉 一修行感觉最重的就是心散乱 不是昏尘就是掉绝 这种散乱的心呢 想东想西 那这个八万四千成老 无量无边的妄想杂念 都没有办法来对峙它 你想要按捺这个妄念 那是它的力量更大 抽到断水水更流 那怎么办 如何对峙我们散乱的心 生灭的心 染灼的心 贪欲的心 憎恨的心 那么这些就要靠佛号 这些佛号以它 甚深的功德 投到我们众生这种 无明散乱的心里面 在里面放光动地 在里面跟我们散乱的心有序化 无量寿让我们极定 无量光让我们产生智慧 念佛的时候 无量寿就在我们心中 结佳辅作 念佛的时候 无量光就在我们 六支门头放光动地 所以这个念佛就是 清净心的制药 那么这样这句佛号 在明心的层面 能够让我们误入 我们本具的妙明真心 因为这句名号就是无量光色 就是妙明真心 它能使我们开悟 当念佛的时候 再不受那种 无数捷以来那种 贪圆的心 所欺骗的 当我在家里的时候 这个主人公在清醒的时候 这些小偷贼 他就起不到作用了 主人公在睡觉的时候 这些小偷小贼 他就把家里的东西全搬跑了 所以念佛的时候 我们主人公在清醒 那么这个物里面 就有信在里面 信是属于这个 开悟 开悟属于智慧的范畴 善老大师称为教 信任 我们能够对净土法门 对往生的利益 对阿弥陀佛的功德 能产生信心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般若智慧 圣生的善根福德所致 那么当我们念这个名号的时候 我们直接接到阿弥陀佛的慈悲 我们感受到阿弥陀佛 对我们的恩德 感受到阿弥陀佛 对我们的慈悲 通过这个名号 我也感觉到自身念障深重 透过持念自己名号 也感觉说不出世界苦不堪言 极乐世界无限美好 这些他就把这些功能 给他调显出来 这里可不就是信就在里面 净土一法 最难的就是信 这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 这个法门最先是在华言法会上 为那些法身大事宣说的 但是在华言会上 这些二层行人 奴隆奴养 所以才在方等会上 一时说一代实教 处处来讲说净土法门 因为这是最称十方之佛 度化众生 处离身世苦海的这种至极方便 至极慈悲的一个法门 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重要 所有的竹佛菩萨 竹大祖师 善知识 都在令我们产生信心当中 在苦口婆身 不断全面 千进万论 处处只归 万论齐宣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要让我们产生信心 没有信心就麻烦 净土法门不怕你涅障多重 就怕你没有信心 宜为罪本 怀疑就是净土法门 修行的罪恶之本 何以过呢 你一怀疑就是一个绝缘导体 你跟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隔开了 佛力你接纳不了了 那当然你在这一辈子修行 都得不到消息 如你如海无消息 所以我们说这个民心里面 落实在信 信心的智慧 人有信会难 但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让我们慢慢启发这种信心的智慧 那么在进行这个修行之门当中 这个举修则正在其中 为什么念佛正就在里面呢 这里面可不大好理解呀 正是道家呀 我们总觉得离正太远了 不敢承担了 就好像昨晚上我们跟几位法师讨论 去做一些佛教传播工作 为什么大家不敢做 觉得自己没有正呢 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 怎么能去做那个事情呢 所以他有恐惧呀 不安呢 但如果念佛一法 他对于这个正都有信心 都有把握 他就敢一去到社会上 到人群当中行菩萨道路 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念佛这样的修行 不仅使我们的贪嗔痴种种烦恼能够清净 而且正也在里面呢 这就不容易理解呀 那么这里我想引用偶一大师的 在弥陀要解的一段话 来给大家共享 来对这句话做一个注解 欧一大师对这个 有一个经文 就是设立佛极乐国土 成就如是功的庄严 这就有一个注解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报庄严 他的其从杭硕 其从罗王 其从南巡 其保持八功 介绍这个之后 最后不是佛就说 设立佛极乐国土 成就如是功的庄严 以及谈到往生的时候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胜比过 好 那么对这些 这个阿弥陀经大家都能念 甚至念得很熟 很多人都能背下来 但是我们问 无论在家出家 叫他 你能背下来的这些经文 叫他讲出一个意思出来 他就觉得讲不出来了 很难懂 很不容易说出意思 他有时候说意思出来 可能说的不是那么回事 比如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胜比过 原来我们在进度研究生班里面 还把这作为一个简单题 来解释这句话 我看95%的人都答错了 他都答什么呢 一定要自己修行多善根多福德 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会本能的去这样回答 从通途教理来看 他也没有错 但是进度的特别法门 可不是这样理解的 偶尔大师有一段很好的对这个全新 什么叫多善根 多善根不是你自己有多少善根 而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作众生多善根之因 多福德也不是你个人的 是阿弥陀佛无量节以来 为了圆满大愿所行持的六度万恨的大行 作为众生多福德之缘 那么这样你能够信愿持民 你就是多善根多福德 大家听听 在这个之间就很到位了 就很正确了 以佛的果地觉作众生的因地性 那么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种庄严 他都浓舍在六字鸿鸣里面 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卢士工的庄严 也是一切众生也能担合这个事情 也是成就卢士工的庄严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在念佛 我把念佛的所有的西方极乐世界 一种庄严功德全摄受过来 全摄佛功德为智功德 既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成就了 就等于我也成就了 至他不二 所以我每一生佛号念念成就如是功德 而就是已经成就 不是今次成就 也不是未来成就 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用他的大悲愿力流现的种种一正庄严 凝聚在六字鸿鸣 投到凡夫众生这边 给我们做真上本之境 这是法相中的话 本之境 而且具有真上的强大的能 这个事能 真上本之境 能够投到我们众生这边 我们去念这句名号 就通过这个本之境来引发 带起了我们众生自信本具的这些庄严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庄严 也是我们众生心性本具的 不在心外 但是我们的这些庄严显发不出来 矿舌里面的精子出不来 所以它需要一个带起的能 这种本之境来带起来 一带起来 这就是全佛即神 全他即至 为什么说我们凡夫众生 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 就由于全佛即神 全体佛的功德 就是凡夫众生的功德 全他即至 全体的阿弥陀佛 这个他力的功德 也就是我们自信的功德 所以才能说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这句话不要推到 不仅仅推到阿弥陀佛来去 而且我们众生在信愿持命当中 也是具足的 那可不就是正在里面吗 所以为什么净土男性 这些我们听了一下 觉得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正在里面 我一点正都没有 阿弥陀佛跟我们是同体 阿弥陀佛正就是我正 全他即至 全佛即神 这个圆顿的教理 心佛众生等无差别 所以后面 后面侧武大师也说到 你念佛时就是作佛时 作佛时就是成佛时 成佛时就是度生时 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层面 认知念佛法门的 物修两门的这种特点 不仅信在其中 正也在其中 那么信解 这个信所以我们的知解 认知得到信心 我们的正是由通过修行得到正 这个修行不是我自己 一个人靠自己修 是阿弥陀佛已经为我们修好了 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果实 来给我们 我们接纳 正就在里面 这个信解行正 这个四个字 就是明信之门 和静心之门 就把大乘小乘 一切经典的经要 都含射在这个六字红明里面 含射在这个两门里面 所以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可不是小因缘 可是大是因缘 可是不是一般的道 可是至极之要道 一朝植入如来地 这就是阿弥陀佛 在因地当中所发出的大愿 以名号度众生 要度尽九法界一些众生 远离便宜生死和分断生死的苦难 让他得到就近大乘的佛果 所延伸流现出来的大慈悲 大智慧 大平等的这个字要之道 我们要从这里要认知 相信 接纳 奉行 好 请看下面一段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生性愿 持佛名号 十六字为念佛法门一大刚中 若真为生死之心不发 一切开示皆为戏论 世间一切重苦 无过生死 生死不了 生死死生 生生死死 出一胞胎 入一胞胎 舍一皮带 取一皮带 苦已不堪 况轮回未出 难免堕落 猪胞胎 狗胞胎 何属不尊 驴皮带 马皮带 何属不取 此个人生 最为难得 罪易 打事 一念之差 遍露恶趣 三途易入 而难出 地狱时长 而苦重 七佛以来 幽为遗止 八万劫后 未脱 隔身 出道 时长一急 鬼欲时长 幽背 今 酒精 长劫 何了 何修 万苦 交间 无归 无救 每一言之 一毛 着述 十一念及 五类 如焚 事故 即今 痛念 生时 如上 考 必 如旧 突然也 好 先看这个 树心 策务大师 举出念佛法门的 一大 纲 是 真是为了了生托使的 发起大乘菩提心 以深信千愿 支持阿弥陀佛名号 这十六个事 是念佛法门的 刚中心要 那么这个四句 十六个字 要落实在一个 敬业行人的 心态和行为当中 他才是一个 合格的 敬业行人 否则他没有 这四句话来落实 他只是一个 口头上的 挂名的 念佛人而已 那么这四句话 真的要落实下来 首先成为我们的知见 变成我们的行为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首先要看 来看 落 真为生死 我们学佛是什么 是真为生死 来学佛 对于佛教徒来说 他面对的 就像 沙门者 学死者也 沙门修道的人 就是学这个死字 了解死的无常 超越死 在这个死之上 有一个不死的 这种道 我们要 做这种事情 这是 生命当中的一件 大事因缘了 如果我们不是为了 真为了生脱死 来学佛的话 你来接触佛教 读了很多经理 听了很多开示 都成为戏论了 是你生活当中一个点缀 一种游戏 一种捉调 看点禅宗 积风转雨 我去悬要下 说明我很有水平 大家具体会像沙龙一样的 来充实一下生活 真为生死发不了 他不知道到佛门里面 是干什么 于是他就求生观 求发财 求彩票 我这个赌下去 能不能赚到钱 能够我拜到试验 拜也拜 能赚到钱 能让我今天赚钱 佛菩萨很灵 今天没有赚到 佛菩萨不灵 不好 这都称戏论了 人家为什么说 佛教就像迷信 你真的这么弄的话 就是迷信了 等你求了一个愿 我今天赌了赚了很多钱 明天皮挂香蕉来还愿 希望下一次赚得更多 他不是去求证生命的真实相